那么我们知道R系元素全部为放射性元素 刚才在我们刚开始上课的时候介绍过 92号元素之后 也就是从93号元素拿开始呢 都是人工人造元素 那就是他们通过人工核反应得到产物 那么92号元素之后的所有元素呢 我们称为超油元素 那么这个包括我们知道 核化学和以及人造元素的兴起 也是经历了一个上个世纪才开始的 那么最开始是由1938年 德国科学家奥托哈恩和弗里斯斯特拉斯曼 发现中子会使油核发生裂变的事实之后 使我们人类掌握了一个空前巨大的能源 什么核能 而到了1940年的时候 这个美国科学家麦克米伦呢 他制得了93号元素拿 从而开启了人类制造出自然间不存在 也不存在的超越元素的能力啊 那从此以后呢 就是92号油之后的人造元素 一个被一个的制造出来 直到1961年阿锡做最后一个元素 103号的牢呢被制造出来 阿锡的元素呢全部被发掘出来 那么核化学的一个研究的重要内容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呢是核裂变和核聚变的研究 主要是涉及到什么新能源的开发 另外一部分呢是超重元素的合成 这一部分的研究呢 更倾向于理论基础的研究 那么核什么是核裂变和聚变呢 简单介绍一下 对于核裂变来说呢 种核受到粒子轰击之后 会分解成两个新核碎片 这种的核反应我们称为核裂变 例如由R35呢 核受到慢中子的轰击的时候 会分裂成两个碎变 同时放出两到三个中子 还有什么大量的能量 它的反应是这样子的 在这个反应室中 A和B呢产生的原子叙述 大概在21核到67去认的元素 那么少量的Ur35发生裂变的时候 它也会放出中子对吧 摄取的中子可能会再造成 另外一个U核 就被另外一个U核就俘获 它在继续在裂变的之前呢 它可以从油块的表面 溢到空间中 从而不会引起这种链式反应 这必须保证一个什么质量 不能超过一个临界值 如果这种裂变材料的质量 超过了这个临界值 也就在射出的中子 还没有逃离油块之前 被另外一个油核捕获了 那么它必将造成一个什么 连锁反应 什么连性就爆炸性的 连续核变的危害是非常大的 原子弹爆炸 那么原子弹中和裂变材料呢 就是分装成两块 以保证在使用之前的安全 那么每小块的质量 肯定是在临界质量之下 两块合一起肯定超过临界质量 因此呢可以尝尝吗 原子爆炸 原子弹 那么如果使用的时候呢 把这两个块放在一起 超过了这个裂变质 这个临界质量 只要一个中子 只要一个中子的作用 就化成什么原子弹爆炸 因为一个中子 可以让一个有二三五核裂变 那么一个有二三五核 只要裂变 就可能放出两到三个中子 从而进行呢 继续裂变 这也是反应 那么和平时 如何和平使用这个 和裂变的巨大能量呢 主要是通过原子反应堆 来实现的 那么原子反应堆中呢 最重要的是用葛磅 来吸收多余的这个中子 使得反应中 中子的增值的倍数保持在一 不会引起更多的劣势反应 使它能够呢 稳定的释放正常的利用 什么核聚变呢 和裂变相反 聚变呢 是由较轻的原子核 聚合为较重的原子核 并放出巨大能量的过程呢 称为核聚变 主要我们现在涉及到的就是 刀核的 两个刀核可以生成一个氦核 放出中子并且放出能量 或者呢 是一个刀核和一个川核呢 生成一个氦核呢 放出不同的能量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 这个四个聚变反应的总和呢 相当于六个刀核的聚变 那么反应方程是这样 生成两个这个氦24核和这个 培核和两个中子 放出总能量是43.15兆电子幅 这个兆电子幅呢 是一种单位 它是从质量相对论来得来的 你可以认为它是一种质量单位 也可以认为它是一种能量单位 那么如何换算呢 在书上呢 有详细的解释 平均呢 每一个刀核呢 放出大概是7.2兆幅的能量 那么核聚变反应的燃料 这个刀呢 在地球上是什么 无穷无尽的 而且呢 反应对环境污染很小 因此呢 但是呢 虽然它反应污染很小 但是它在这种只有太阳的恒星内部 才能发生这种反应 为什么呢 因为它只有达到 温度达到18次方摄氏度的时候 才能使氢核具备这种动能 足以克服它们相互之间的治理 发生持续的聚变 就是热核反应 目前人沟核具变呢 只能是在氢弹爆炸 或者由加速器产生的高能速电子烹胀中实现 那如果能够控制热核反应的话 我们人类所利用的巨大能量呢 就是无限的 因为我们的就是其他能源资源 毕竟是有限度的 而这能源是无限的 那么几十年来 所有全世界科学家都朝着这个目标努力 但是相信呢 有一天呢 会终于终于终于成为 虽然有困难有挑战 但是面对挑战呢 总有一些自自不倦的科学家们 为之努力奋斗 那么人造元素的合成呢 是从我们知道 从1940年开始的 人类合成了第一个超有元素 到今天为止呢 我们不仅合成出所有阿锡的元素 而且合成出了 第七周期阿锡后面的过渡元素 主族元素和灵族元素 从而门洁列夫表中的前118个位置呢 七个周期完全被添冲 但是呢 这是虽然值得高兴的是 我们已经发现了这么多 合成了这么多元素 但是呢 随着原子叙数的增大呢 原子核的半衰期 却叙数变短 例如104号元素 它的核数中的半衰期呢 最长的是65秒 那么107号更短了 乘2的4的-34秒 它们半衰期这么短 说明一点什么 它们心核说明太短 那么对于它们的性质啊 以及结构 它以及新的化合物的一些性质呢 它对它的印证呢 我们以我们目前的手段呢 是无法达到的 所以呢 这方面的研究呢 也是我们在合成人工元素中 所面临的一个极其严峻的挑战 但是随着化学周期系的发展呢 它正面临着一个新的开阔的阶段 那么我们对科观世界的认识呢 也是无穷无尽的 科学家们为之付出努力 将不断取得新成绩 本身呢 化学就是一个 什么 Cemetry 等于什么 化学就是一个尝试的过程 在不断尝试失败中呢 寻求前进的道路 希望有一天呢 同学能够拥抱这个奖牌 这是什么 诺贝尔奖啊 今天课讲到这里 这学期课呢 就到此结束 诺贝尔奖 非常好 赤 directions